当员工比老板有钱 这是我们家卖的 你们可以拿回去炒菜吃 臭死了 我才不要 杨子 你家卖皮蛋的 是啊 这是我们家鸡才下不久的 这什么呀 这是杨子的一番心意 杨子 谢谢你的蛋 这个山竹给你吃 谢谢 怎么咬不动啊 好醋呀 居然不知道山竹要包皮吃 果然是个相当了 行了 你们都别笑了 杨子 这个要这样吃 给 吃这里面白色的 谢谢老板 等一下把我收藏的那套茶具 给我拿过来 小心一点 那一套很贵 好的 老板 杨子 老板让你拿他收藏的茶具 去他办公室 好的 怎么了 老板 杨子把你蒸下来的茶具给摔碎了 杨子 你怎么搞的 这可是我在行间那里买的上等茶具 老板 实在不好意思 我赔给你吧 你赔 算了 算了 你十年工资都不够买这一套茶具 十年工资 我现在一个月是三千 一年就是三万六 十年就是三十六万 老板 等我家鸡下了蛋 卖了钱我就拿给你 你家蛋它只几个钱 别吹牛了 卖房还差不多 老板 你看看这些钱 够不够 天哪 你怎么这么多钱 你卖房子的 没有啊 你不是说你家是卖鸡蛋的吗 是啊 我家有几十万本养鸡呢 那你家养的什么鸡呀 非洲金属鸡 那你平时给我们那个鸡蛋 平时拍卖的话也就六百万一颗吧 当公司来了个富二代 最近大家辛苦了啊 咱们下班去野个餐 餐费咱们大家AA 所以咱们各自准备点什么 什么嘛 给老板去菜还AA 哎呀 你听来的不知道 每次介绍都是AA 我们都习惯了 老板 那这次都变AA了 我觉得那不行 我只是让咱们大家都有参与感 这是咱们公司的企业文化 这次咱们是露营 咱们大家就准备一下食材吧 我先说好啊 场地我来出 在咱们公司大院 晚上夜景好 夜观星象 那我还是买些水果吧 我刚来 公司还没开呢 就聚餐 还AA 那我提前进行小名家送到公司门 咱们奔着吃 够了 那烧烤谁来准备啊 那我准备烧烤吧 行行行 那杨子 你打算准备点什么呀 我 这都准备齐了 也不缺什么了吧 杨子 你怎么那么扣呢 我一新来的还知道准备水果呢 大家好不容易也餐一次 你什么都没准备 你也好意思啊 那我给大家带一瓶酒吧 到时候一起喝 我平时还真是小小女 你这是扣得可以啊 我们这么多人 你就带一瓶酒 喝几口就没了 没有 那一瓶酒有五升呢 真的够咱们喝了 杨子 你不会去拿来一桶二锅头来喝吧 哪有人也在喝二锅头的啊 果然是寸里的土包子 杨子 你到时候可别吃我们吃的 行了行了 大家都是同事至于嘛 没事杨子 到时候你就吃我的 谢谢老板 杨子 二锅头你就别带了 大家确实喝不习惯 老板 我带的不是二锅头 我带的这个酒一般人都喝不起的 这酒再贵也就是茅材嘛 还能喝不起 那什么酒啊 一般富翁福特家 这酒怎么没听过啊 当公司来了个隐形富豪 杨子 你刚不是去谈客户了吗 怎么样了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你千万别跟老板说 我刚才啊 根本就没去谈客户 我去跟我爸喝下午茶了 哦 放心吧 我不会说的 老板 欣然在那个杨子 今天下午根本没去谈客户 他要他爸去喝下午茶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杨子亲口跟我说的 我觉得这种员工不能留 行 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杨子 你下午干嘛去了 谈客户去了呀 你还在这装呢 你和你爸去喝下午茶去了 小王都跟我说了 你说你上班不好好上班 还去喝下午茶 你说公司能留你吗 小王你 你什么你 像你这种不好好工作的员工 我们公司才不需要 老板 虽然我跟我爸去喝下午茶了 但是我的工作没有耽误啊 一会客户就来公司签合同了 哎 杨子在吗 李总 您怎么来了 我是来跟你们谈合作的 合同我都带来了 没办法 女儿吃得紧 爸 你怎么才来 当员工比老板有钱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同事杨子 他是农村来的 大家不要欺负他啊 大家好 以后请多多关照 哎 新来的 帮我买杯咖啡 啥 不是吧 你连咖啡都不知道 真是土包子 你自己不知道买吗 还有 别在公司办公室说英文 我错了老板 杨子 下午我们公司去团建 你也一起去吧 来分波士顿龙虾 一打海参 帝王线 嗯 那个杨子 咱们这个经费有限 要不咱就给他普通就打 啊 这些还不普通吗 好好 听说杨子家村子在海边 海鲜肯定不稀奇 谢谢你啊 老板 你这什么车呀 坐着还挺舒服的 哎 王叔 你去给我买一百台爱马电动车 嗯 我想安排给我公司同事一人一辆 我老板他们平时对我很照顾 杨子 你家不是农村的吗 怎么这么有钱 我们家是在深圳水贝搞珠宝的 也不算很有钱吧 也就几百个亿 在我们那儿很普通 这还叫普通 当员工比老板有钱 你怎么回事 这么简单的项目你做不好 不能干别干了 这么干公司迟早倒闭 老板对不起 我以后一定好好干 老板你也别怪小王了 他爸住院了 急着用钱 最近他下班都要去兼职送外卖 压力太大了 也不能怪他 小王 刚刚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家是这个情况 我这刚好两万块钱你拿着 遇到什么事情要跟公司说 公司会想办法帮助你的 我给你放几天假 你回去好好照顾一下你爸 是啊小王 大家都会帮你想办法的 谢谢老板 杨子 你在干嘛 你怎么能这样呢 这是小王的救命钱 我们赚钱要用正当合法的途径 不该拿的千万不能拿 老板你误会了 我是偷偷在给小王赛钱 那你直接给他就行了 你这偷偷摸摸的像什么 我是怕太多了 小王他不好意思收 多能有多少啊 我给了两万他不也收了吗 二百万应该够了 我爸这个月几零花钱给的少 也就剩这么点 当公司来了个隐形富豪 现在公司遇到了困难 资金缺口还有八十万 你们说怎么办 老板我借给你吧 打肿点充胖子 你以为是欢乐豆啊 是啊杨子 你的好意我 支付宝到账 一百万 老板你先拿去救急吧 杨子 你一个打工的哪里这么多钱 这钱不会不干净吧 你别帮我了 这钱是我爸给我的零花钱 怎么会不干净呢 杨子 太敢借你了 那老板 怎么危机解除了 年会还会造就吗 那不行 公司刚刚度过危机 一切从简 年会取消 不行老板 公司刚刚度过危机 更应该持顿好的 这样吧 如果可以的话 年会就去我家吧 我来安排 这怎么好意思呢 杨子 你家住这里 你骗谁啊 这个小区我和我哥来问过 有价无事 没有关系 根本买不到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爸给我住的 要不是离公司进 我还是喜欢住我的五层大别墅 老板 能想去别墅吗 不用不用了 这里就挺好 祠 Blade 等等 他 另一路 问题